嗨,我是一本 今天我要分享的网赚方法 是一个你可以创造被斗收入的网赚方法 那就是联盟行销 为什么说联盟行销可以创造被斗收入呢 因为只要你做好你的联盟行销的系统 就可以让你持续获得收入 也就是说你躺着也中枪 哦,讲错了 是躺着也赚钱 在影片的前半部 我会分享几个联盟行销赚钱的例子 然后告诉你联盟行销的试不取 看到影片的最后 你就会知道要怎么做好你的联盟行销的系统 在网络赚钱了 Bone Channel是一个讲关于YouTube赚钱 以及网络赚钱的频道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YouTube才会通知你 你就不会错过正常一个帮助你赚钱的机会 联盟行销是透过网络平台 推广别人的产品或者服务 来赚取佣金的一种行销模式 举个例子 你对苹果的产品情有独钟 每当苹果发布新的产品 你就会通过YouTube 分享每个苹果产品的开箱的影片 在影片的结尾 你告诉大家 如果有兴趣 就点击下面的描述栏的链接 当读者点击过后 就会被带到苹果的网站 如果读者通过你的链接 在苹果的网站下单购买产品 你就会赚到一笔佣金了 联盟行销是个三营的行销模式 牵涉三个单位 分别是商家 推广者和买家 商家会为推广者制造一条 专属于他的能够记录流量来源的专属链接 让推广者帮他们推广产品 然后给予他们一定百分比的佣金 这比起街边广告牌 每天固定的广告费 通过联盟行销所给出的佣金可就便宜多了 而推广者通过免费或者付费的方式推广产品 赚取被动式收入的佣金 然后买家通过推广者的分享 更快更容易的理解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性 好处或坏处等等 避免买到不好的或不适合的产品 联盟行销的优势主要有接下来的五点 第一 起步门槛低 联盟行销是你能够立即开始的网赚方法 当然前提是如果你是已经有流量了 第二 这是被动收入 我身边有一些做联盟行销的朋友 一觉醒来 户口就多了几百美金的被动收入 那当然这是他们之前 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来进行了流量的累积 第三 就是不限场所 不限时间 你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方都可以做联盟行销 第四 没有做客服的后续烦恼 商家会帮你解决后续的所有问题 第五 是低风险 你不需要投入任何资金 如果能够成功推广出去就能赚钱 就算没有成交 自己也不会有一时的损失 第六 也是我最喜欢的优势 赚钱周期快 我就拿YouTube来做例子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YouTube广告收入 就必须花很长时间去达到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 和1000个订阅者的获利标准 很多人无法坚持到那个时候就放弃了 如果你的YouTube频道运营得好 正常来说都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而在这个期间里面是完全没有广告收入的 相反的 即使你现在只有十几个 二十几个订阅者 你也可以开始利用联盟行销赚钱了 我的YouTube频道就是在只有50个订阅者以及总观看数 只有1700个的时候就赚到了第一个200美金的联盟营销收入 我举一个在YouTube频道做联盟行销的具体赚钱案例吧 这是一个教人家怎么用直播软件的视频 你可以在它下面的描述栏看到一个从亚马逊联盟申请的链接 这是它在使用的相机 另外一个是它主要在推的软件 2Buddy 2Buddy是大多数的YouTuber都爱用的YouTube工具 可以帮你管理你的YouTube和关键词的好工具 2Buddy基本的配套是每个月9美金 他们给出的佣金是50% 每卖出一单它每个月就可以赚4.50美金了 2Buddy是一个很好用的YouTube工具 大多数的买家都会每个月继续付费更新 这为它每个月带来可观的被动收入 我们再看一下近一个月它的频道有81万次的观看 我们可以粗列算一下 如果说每100个人看它的视频会有两个人点进去看 每100个点进去看的人有两个人会购买的话 这个月单单是2Buddy联盟行销的收入 就为它多赚大概1400美金了 而它只是在影片的描述栏当中放一条链接 就在这里可以赚到不少联盟行销的被动收入了 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在联盟行销赚钱呢 在我们进入这个部分之前 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网络赚钱应该是先找买家呢 还是先找东西来卖呢 答案当然是先找买家 如果我没有你们来看我的影片 我的频道怎么能生存下去呢 如果我的频道不能生存下去的话 我要找东西来卖干嘛 说的对吗 说的对就赏个赞吧 联盟行销的第一步曲就是先找到你的立即市场 Niche 就是说在市场里面有着非常特定的人群 这个人群拥有着共同的需要 我们把一个要针对的市场把它稀分化 分到非常稀的时候 我们针对这个最稀的市场开始着手 尤其是网络新手 你的Niche越稀化越好 因为新手要先提高自己的存在感 提高自己的曝光率 要能够在网络世界让别人搜寻到你 那又要怎么找到这个Niche呢 你要选择你喜欢的主题 这是你成功的第一步 最好不要去选择本身没有兴趣 不喜欢的 只是单单因为觉得他能赚钱 你这样子的选择只会增加你的痛苦而已 因为接下来你要做的是 在你能力范围里面提供最好的内容 所以只有当你对这个事情熟悉或者喜欢 你才有可能更好地完成这件事 教你一个自我评估的方法 你可以获出三个圈圈 第一个圈圈写下你的兴趣 第二个圈圈写下你擅长什么 第三个圈圈写下你的工作或者经验 然后这三个圈圈重叠中间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考虑的Niche了 你找到了本身的Niche之后 我们再去找市场的Niche 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是一个美容师 你也很喜欢这个工作 也很喜欢跟你的客户聊天 所以你要找美容市场的Niche 但是美容市场太广了 有货装品 头发护理 护肤品等等 我们要再往西里来看 我说我们要做护肤品 护肤品又有分手部护肤 身体护肤 还有面部护肤品 那么我们就选择进入面部护肤品的 去斗产品 那去斗产品就是我们所 细分出来的Niche了 你已经找到你的目标人群了 可以针对他们共同的问题和痛点 来提供解决的方法给他们 或许你可以开一个YouTube频道 用谈话的方式来分享你的经验和知识 提供帮助给你的观众 久而久之 当你建立了你的信用和影响力之后 你的目标人群就会慢慢转化为你的顾客了 联盟行销的第二部曲是找出你引流的平台 每个平台都有各自的优势和操作的方法 我们需要一个主要的内容平台 把我们的创作内容都放在上面 我建议的主平台是部落格或者YouTube频道 因为你创作的内容 只要你不删除 就可以一直保留在平台上获得 有机流量 也就是说可以一直赚取被动收入 有了主平台后 最好再加上一个辅助平台来增加曝光量和引流 我会推荐用Instagram或者是Facebook群组 我最建议的策略就是主平台用YouTube 搭配辅助平台 Instagram就变成一个梦幻组合了 这个策略可以提高转化率以及提高自身的平台影响力 你可以在YouTube把你的观众引流到Instagram 然后平时继续在Instagram里面多分享一些自己推广的产品的好处 以及自己生活的细节等等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在粉丝面前 培养对你还有对你的产品的了解以及信任 慢慢的就可以实行转化了 然后又可以把Instagram的流量引导回你的主平台 观看你更新的影片内容 联盟行销的第三部曲是找联盟行销的产品 大多数做联盟行销的人都会在Amazon或Clickbank找联盟行销的产品 Amazon亚马逊是世界上最大的联盟行销平台 优势是基本上你想得到的产品它都有 亚马逊使用的Cookie能让访问者点击链接之后 购买其他产品也能让你获得佣金 但这个Cookie一个缺点就是它只有24小时的时间 如果客户在24小时之后的购买就与你无关了 另外一个缺点是亚马逊支付的报酬偏低 有的甚至低至1% 除非你有巨大的流量 不然是很难在亚马逊赚到比较多的钱 Clickbank是世界上最大的虚拟产品联盟行销平台 优点是产品范围极广 主要以虚拟产品为主 包括电子书软件以及网上课程 另外一个优点是容易上手 而且不需要通过验证 缺点就是绝大部分做联盟行销的人 开始的第一步都是透过这些平台开始找产品的 所以竞争会比较激烈一点 我会建议你去个别品牌商的官网去找那些你正在用着或者你体验过的产品 现在已经有很多品牌都已经有自己的联盟行销项目了 所以你很容易在网上就能够申请加入他们的联盟行销项目 你可以去他们的官网 一般在首页的最底下你就会看到Affiliate的链接了 另外你要在联盟行销赚钱的话 最好是推广高单价高佣金的产品 佣金高的商品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例如推荐别人的线上课程或者是虚拟产品等等 虚拟产品可以赚得更多 因为虚拟产品不需要负责库存 不需要负责物流 一旦开发了以后 它的维护成本很低 利润空间更大 因此商家才能够给推广者更高的佣金 例如某一个线上课程 它的售价是600美金 它的联盟行销佣金如果说是40% 成功推广一个人 你的收入将会是240美金 联盟行销的第四部曲是提高转化率 你不要以为有很高的流量 就意味着你可以在联盟行销赚到很多钱 这是不一定的哦 有时候小频道在联盟行销赚钱比大频道还多 关键就在于转化率 多少人会点击你放在描述栏的链接 然后又有多少点击会转化为购买呢 你可以做好以下5点 第一点你要有精准的目标人群 找到你目标人群的共同问题和痛点 然后提供解决方法 慢慢建立你的信用和权位性 第二点 推广你自己用过或体验过的产品 我正在做联盟行销的产品 是我正在用着的TubeBuddy 以及我参加过的小船课程 我制作了一部影片 分享我如何使用TubeBuddy来做SEOU化 让我的新影片也可以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列 然后在另一部影片 分享小船课程的邪后心得 以及真正的体验 当我们用亲身体验去告诉观众时 更能够说服观众 他们才会更愿意购买 第三点 CTA 行动呼吁 你可以在视频里面引导观众 到下方的描述栏里面 找一些视频中所提到的东西 哦对了 在下面的描述栏有一个70分钟教育如何运营YouTube频道的免费培训 在那里会详细的教你怎样透过YouTube获得更大的流量 然后在联盟行销赚钱 如果你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去看一下能不能报名参加 第四点 广告投放 你可以制作或者搬运一些相关的视频 直接进行YouTube的视频广告投放 或者Facebook广告投放 这种方式你可以测试一下 如果产品选择的好 投放方式也没有问题的话 只要你的联盟行销的收入高过你广告的投入经费 你就可以继续投放广告了 第五点 提供价值 你要建立联盟行销的被动收入 要专注的应该是你能够帮助多少人 然后你能提供多少价值 可能你会问我 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内容呢 通常来讲都离不开一个词 解决问题 就好像你搜索关键词 联盟行销或者网站 找到了这部影片 然后看到这里已经大概明白 并且对联盟行销有个怎么开始的方向了 也解决了你心中对联盟行销的问号 这也算是一个有价值的内容吧 如果你同意的话 就为这个影片点个赞 然后订阅这个频道 我是一本 那么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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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